歡迎收聽新色國聽新聞,我是天晴 2023年7月底的京津企特大洪水 不僅使當地百姓遭到重創 保定和德州駐軍部隊也損失慘重 甚至坦克、飛機受損 中共極力掩蓋死傷的人數 這場大洪水至今一個月都沒有人擔責 7月底8月初的這場京津企特大洪水 中共水利部命名為海河723流域特性大洪水 依據大紀元之前在中共內部操作暴露京津企洪災 是人禍的獨家報道 因為洩洪沒有及時通知 加上中共見的各種大大小小的水庫、河堤、年久失收 在強降雨和上游洪水下決堤 不僅河北的百姓、企業受災嚴重 還波及到當地的駐軍部隊 據當地知情者化名王華 向大紀元介紹 德州這次被染部隊 翻號是66289 坐落在中國勞動關係學院 德州分校區邊上 是保衛北京的部隊 因為這場的大洪水 他們的坦克都快廢了 原大陸媒體人趙蘭健也向大紀元表示 他從國內獲釋為落實保衡安的指示 當局提出了一個就地洩洪方案 但習未有做批示 李強想到情況緊急 既然有保衡安指示在先 就按照方案執行 沒想到住宅該地的部隊被染 習近平軍隊得知精銳部隊被染後腦不可押 王華還介紹 德州還有一個航空大隊 那邊淹得最慘 就像游泳池一樣 那個水直接往裡面灌 地勢特別低 那些飛機都被淹了 也差不多應該要換了 為了保衛北京 洪安啟動了河北啟用的 上年都不用的7個速濟洪區 但這些堤防上年不擋水 分洪運用後將長時間高水位運行 故障機率是大的 而在河北散發的一份災情調查 指導意見的文件中顯示 這次災情重點受災縣 包括了德州市 高碑店市等16個 特別是中共洩洪不及時的通知 人為見了大大小小的水庫 很多水庫堤壩連狗失收 在強暴雨下成為了一個個定時的炸彈 出現各種難以預料的險情 大量災民房屋被沖毀 企業廠房設備被毀 損失是難以估計的 很多人在洪災中失去了生命 中共當局極力地隱蓋死亡的人數 至今都沒有人為這場的災難擔責 市政評論員新周認為 以中共往日的冷血作為 和現在的末日心態來判斷 它是不可能真正賠償災民損失的 一個原因是它賠不起 中共現在國內經濟下滑張濱 財政滿盤都是赤字 沒有說災民的無量財產賠不起 但就那些冤死的幾十萬條人命 它賠得起嗎?怎麼賠? 而是它不願賠 本來中共想在洪災中做show演戲 粉飾太平 向外界展示災民災後再續中國夢 再去過無聖平的景象 延續流氓執政 沒有想到被覺醒的災民找了現形 它的醜恨、惡恨被公之於眾 讓當局去顏面盡失 美夢破碎 陰謀破產 曝光真相 揭露惡恨 這可說是中共的政治問題和國家機密 災民很可能被中共定為敵人 中共願意賠償敵人的損失嗎? 果然 保定市2023年紅爐災後 重建領導小組辦公室 在8月11日發出的文件顯示 應急其生活救助 每人每天不低於30元 遇難人員每人不低於2萬元 農房倒塌每戶保額4萬元 每戶室內的財產保額5,000元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一下子就變得極其淪色 而且中共先前公佈的死亡人數 才只有幾十人 意味著那幾十萬的冤死者 得不到一分賠償 白白地送死 網民說 這是打法叫法子 根本沒有誠意 但凡有一點正常思維的災民 是不會接受同意這樣的賠償決定的 中共不會真正賠償災民損失 它會做什麼呢? 從中共歷次應對政治運動後的手段經驗來看 它具有兩個應急的方案 一個是軟硬兼施 以平凡或微小的賠償為有利 逼白民眾施了 蒙混過關 以防民之口勝於防村 它會滅口消音 掩蓋真相 死保政權 當前 中共就在此行使第一個方案 迫白民眾施了 如果民眾不接受 中共即刻胸上不露 實施滅口消音 它會將災民氣死 餓死 嚇死 折磨死 這不是偽然聳聽的 且不說中共活摘民眾器官來謀取暴力 散播新冠病毒害死無數世人 摧毀香港一國兩制 力挺援助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等 這些打破人類到底線的極型罪惡 中共現在在洪災中 反其道而行之草管人命的做法 不是就是想借洪災全部衝走滅絕災民嗎? 這是中共保護北京和洪安隆密的千年大計 當局早就應該急謀劃好的 災民早就被中共推入死亡的深淵 若不是民眾奮力、自救和逃離 災區的民眾能不能恨存都是很難說的 和平時期的中共是極其凶惡 末日來臨的中共居心叵測 所以目前恨存的災民、處境是危險的 因此災民在維權、抗爭中 不應該只是走上火、黑球這條路 也不要自暴自棄地輕言自殺 這可正是中共希望的 網上傳出杜州的軍隊被洪水淹沒 軍隊不滿、習近平震怒、李強提出辭職 據黃華的介紹 目前北京方面未有人敢出面 就此事主次公道 未有一個人敢承擔相關的責任 所以造成了現在中央層面未有一個領導人 也未有一個常委 更不要說是一個部長吧 誰也不會主動去談洪災此事 黃華獲釋可能讓那些河長們擔責作為替罪羊 查河長濟落實情況 將責任推到河長濟上、推到一級的單位 黃華接著說 之前他們都是將責任推到當地的水理局 應急管理局 這一回不是了 這一回是將責任推到基層身上輕而易舉 以上節目內容取材至大紀元記者洛亞的採訪報導 事證評論員新周部分的文章 今次的《紳士閣聽新聞》就到此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語語版部分內容 也加入了大紀元的Patreon 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記得按讚、訂閱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 指導講 打架 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